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否成为老兵再次证明自己的战场 我感觉这个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 第一次在这些科目上遇到这么多的问题 十一世前往 中国武警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中国武警 我现在所在的是武警福建总队的训练场 为期一个月的狙击手骨干集训已经结束了 紧接着所有的参训人员 还要进行一场高难度高标准的比武考核 然而就在考核之前 担任集训教员的四级警市长何英树 却收到了一位特勤牌排长的挑战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比武场 去看看他们之间的角逐和较量 对于这个设训训练场 队员们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过去一个月的摸爬滚打 都在为今天开始的这场考核做准 然而第一个科目就让大家有些措手不及 必须每一发再要打到铜钱的正中间 而且那个正方形不能擦任何的变得 这名士官就是何英树 武警福建总队直属支队特勤中队狙击手 多次参加反恐特战任务 技能过硬实战经验丰富 这次狙击手骨干集训期间 他作为教员给大家出了不少难题 而今天角色转换成考核队员 更让他时刻不敢掉以轻心 铜钱把中间的正方形 鞭长仅一零米 科目要求狙击手在九十秒里内 连续完成对一百米外六个铜钱把的射击 每发子弹的瞄准时间只有十五秒 核英树第一个完成射击 他似乎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 由于下着小雨 核英树在射击时 瞄准镜上不仅有水滴 镜框里还出现了雾气 因为他时间管着 你不扣也得扣 你如果第一发跟不上节奏的话 后面的时间越来越干越来越干越来越干 所以在我第一发应该是很贸然地扣下去 贸然扣下了第一枪 让核英树对自己的传绩充满担忧 也让他对即将上场的队员王明超更加关注 王明超就是在比武前向核英树发出挑战的台长 在此次狙击手集训中名列前茅 也曾多次在总队比武中取得娇人成绩 这一次也是他和核英树的枪王之争 刚开始也不是有心要跟他叫板 要调战他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觉得跟高手比较比较 然后不管在心理素质方面 还是在技能方面都会得到很多提高吧 第一回合结束 核英树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核英树 到 核英树不仅没有误发子弹 用中铜钳把中央的正方形 甚至还出现了拖把 核英树表现得有些紧张 不仅因为这次是接受自己学员的挑战 更因为他参与了整个考核内容的设计 甚至此次考核的难度前所未有 这次应该是我们总队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一次的 技术手集训比武 很多科目都是我作为一个技术队员从来没练过的一切内容 接下来将要进行的科目叫稳中求胜 队员们要在晃动的木板上完成射击 这个科目所有队员都是第一次接触 这个科目设置主要是针对咱们部队地处东南沿海 可能担负水上防空作战的任务 要求我们的局守具备在不稳定的座椅面上完成任务的能力 当然时间也是限定时间 30秒两发子弹 就是要给他们实战的压力 30秒时间两发子弹 在克服眩晕的同时 还要对远处150米的半身法 进行射击 时间紧 压力大 晃动剧烈 难以控制 多数队员的成绩都不理想 拖把 零分 比一比结实 成绩领先的王明超 也由于第一发子弹瞄准时间过长 而没能打出第二枪 不光前后 然后还有左右也运动起来了 然后导致我拖把 然后特别困难 然后等找到了把以后 然后再激发就很仓促了 当听到那个拖把的时候说 我还没有命中 然后心里太多 特别失落 王明超出现了较大失误 这对即将上场的核英术来说 恰恰是个转机 最后一组 开始 如果能够两发命中 他的总成绩将超过王明超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木板运动它是一种弧形的晃动 从我瞄准镜根本找不到目标 两发子弹只有30秒钟 核英术没有轻易激发 他必须找准时机 射手果断激发 找准时机 还有15秒 5 4 3 2 核英术仍然对自己的表现 不太满意 两发全中 核英术拿下了最高分 关键时刻 他展现出了一名优秀狙击队员应有的实力 总分也随之超过王明超 越居第一 如果之前的课目是在静态中射击 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运动狙击 才是真正的考验 在奔跑攀爬下滑等等一系列剧烈运动过后 队员们还能击中目标吗 而对于13年的老兵核英术来说 他的体能能支撑他战胜对手吗 运动狙击由狙击手和副手协作完成 两人要在两公里范围内 在不同的距离和位置上 完成对六个目标的射击 不仅考验狙击精度 更是对他们的体能和协同配合 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实战中暴肯分子的位置极有可能相对的分散 这就要求我们的狙击手具备快速转移 快速发现果断狙击的能力 何英树和副手何成华将第一个上场 王明超的挑事看似玩笑 又似乎是故意为之 他一定知道这一关何英树没有太多优势 我比何英树年龄稍微小一点 在体力方面我觉得我会比他有很大的优势 快速奔跑300米后 何英树要对远处的引力把进行射击 按照考核要求 每发子弹只有30秒的射击准备时间 然而在快速奔跑后 呼吸和心跳都难以控制 还在犹豫什么 运动过后 咱们这个呼吸比较急促 所以导致咱们那个枪面比较晃动 因为我在第一个科目失误过了 在这个科目不能贸然去激发这一枪 何英树还在犹豫 他当然知道 这个科目的最终得分 是要综合计入射击精度和完成时间两项成绩 在潘灯楼楼顶的射击和英树依然不够果断 感觉呼吸还能调整过来 没有喘息时间 何英树和副手必须继续奔跑 上坡冲到半参腰 对山脚下200多米处的劫持人质把进行射击 体力消耗越来越大 核英树小组与时间的赛跑仍在继续 12分了12分了快 回速快 毛超死了快快快 完成对最后一个目标的狙击 知名已穿过终点 考官陈勇对何英树的表现很不满意 用死 16分05秒 后时太长了 后时太长了 何英树这张小组 我对他们的期望值还是很高的 在考核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 也是意料之外的 当然这也符合我们这次考核的目的 也是希望通过考核来发现问题和暴露问题 何英树命中五个目标 六个目标命中五个 何英树的命中率并不低 但他的耗时过长将影响总成绩 我这个年龄应该是最大的 所以在这个体能素质上不是很占优势 但是在这个狙击的道路上 我比他们走的要长 所以我要展现出一个老狙击队员的一个水平 而不是一个新队员的水平 那么接下来王明超小组的狡献 对我们的图片 准备 准备 跟他 这儿 这儿在哪五 角度零 不分 与何英树相比 王明超小组的射击果断了很多 尤其是转移的速度明显更快 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显得更为默契 快快快快来 冲过路面冲 尽管比何英树少命中一个目标 但在时间上坏了两分多钟 总成绩依旧排在何英树之前 这场高手的比拼仍在继续 面对全新的高难度狙击课目 大家都在拼见全力 接下来要进行的考核是多种姿势狙击 狙击手们要用七种姿势 对30米到150米距离上的七种不同图把进行射击 我担心就是说时间 这一块 它总共这个时间就有七秒 每个目标的射击时间只有短短七秒 这比之前的考核课目都更苛刻 科研处出列 做好继续准备 突如其来的小雨增加了考核的难度 更严峻的是 受阴雨天气的影响 现场的光线也暗了下来 科研处有没有信心 有 准备 开队 先做 好 准备发了快 击发子弹 核英树果断击发 但刚刚射击完毕 它就开始自我检讨 应该是很低级的凑 但是我恰恰想问我就犯了 原来就在核英树击发了第一枪之后 瞄准镜的盖子突然滑落挡住了视线 核英树快点 迅速调整好盖子 核英树又完成了一个目标的射击 但紧接着盖子再次滑落 击发子弹 核英树调整了四次瞄准镜的盖子 按照正常我以前的我会把这个东西卸掉 刚才我打的时候 打完第一枪它就会把这个弹回去 正好我瞄第二枪 看到里面全是黑的 失误加上不利的环境因素 核英树的射击成绩会是怎样的呢 七发子弹命中五发 在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核英树仍然拿到了最高分 也超过王阳超的四发命中 但在核英树的脸上 却看不到任何欣喜 我第十三年第一次 在这些科目上遇到这么多的问题 尤其在时间上面 我感觉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 以往的考核过程中 狙击手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瞄准 但在实战中 不可能给你无限的时间 去完成这些动作 一名真正的狙击手 从训练场走上战场 最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把握时间 场上的这些狙击尖子 各个技战术都是出类拔萃的 但他们缺乏的 或许正是从训练 向实战转换的意识 让绝对快的时间概念 根植每名队员脑中 是此次考核的真正目的 从迎接挑战 接受挑战 到挑战自我 随着考核的逐渐深入 每个人的内心 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真正的狙击枪王 就是要面对种种压力 和不利因素仍然能 不断突破极限 马上要进行的是 此次比武的最后一个课目 对于何英树和王明超来说 也是一决高下的最后一关 那么他们两个人 谁能顶住压力 证明自己的实力呢 风就吹着这个把子 运动的轨迹 是不确定的 射手就需要保护好时机 在风的作用下 只跌的位置很不稳定 而除了这四个目标拔 狙击手还需要透过几何图形拔板 射击后面的钢板拔 这个科目不仅考验狙击手的射击技能 更考验他们捕捉战机的能力 准备 核英树和王明超同时出发 100米冲刺 核英树率先到达指定位置 他还需要连续高纸50次弹药箱 装满10块的弹药箱重达60斤 连续高纸核英树的体能消耗很大 作为此次比武年龄最大的队员 他的速度明显弄于王明超 核英树没有体力了吗 不要心疼这弹药箱 我有很多弹药箱 核英树还在艰难坚持 而王明超已经到达射击地线 当时我举弹药箱举了四十多下 我用余光看了一下 我旁边队员弹药箱举完了 我心里就很着急了 好了 来一个 刚刚趴下进行射击准备的核英树 还没来得及调整的东西 一枚烟雾弹突然在前方爆炸 给你们加点菜啊 在烟雾散开前 核英树快速瞄准 完成第一个目标的射击 然而在风的作用下 烟雾迅速飘散开来 当时我想打第二发的时候 突然那个烟雾弹 又全部把我的目标挡住了 核英树在等待射击时机 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射击完毕 剩余的子弹将作废 重新调整好 核英树接连射击两发子弹 与此同时 王明超已经完成了考虑 打十秒 五 四 三 零 一 一 干吗打呢 打 打 打呢 还一发 考核结束 核英树还有一发子弹 没有激发出去 但是没想到 临时跟我突然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状况 要不那发就发了吧 这个风正好吹在我这边 你觉得自己刚才打得怎么样 当然可以 起码都会发钢板中了 核英树接连射击发 核英树接连射击发 在遭遇各种不利因素的情况下 核英树仍然四发命中 总比分超过了王明超 最终夺得了此次比武考核的第一名 虽然我的成绩第一 但是我从教员变成队员 我的感受变化很大 我感觉到我们平时的训练 还有很大的漏洞 面对前所未有的高难度 更加贴近实战的科目 我作为一个老狙击队员 没有太多的优势 反而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在狙击的路上没有终点 在战成困难的路上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通过这个比赛 发现很多问题 我们在作战的构成当中 在实际的运用当中 必须是绝对的快 而后才是先对的准 所以我们现在牵着的一条 我们和恐怖分子作作者 是生于死 谁在疫苗中之内打出去 我已经起到了先敌开后的目的 不是一定要打到说话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目前 需要通过比武通路训练 来解决的一世纪的问题 虽然前方仍然会有 许多困难和阻碍 但是我们游流相信 凭借着对狙击事业的热情 和拼劲和因素 他们一定会不断攀判 也一定会带动福建总队 乃至全武警部队的狙击手们 不断前行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中国武警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连续八天的搜捕未果后 一次A级通袭逃犯 突然出现在 聪明县境内 确实碰上了 一张紧急状态下 首会的作战决心图 迅速传到了参战部队 让我们向今一天大方 我做它 军令无删 抓逃犯的大网 已经控控完成 首会决心图 中国武警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